仙人斗这个忍者基本是在决斗场中消失了 他巅峰时期有点离谱 一技能远距离起手 二技能超短的CD 奥义又可以接技能 薛热是早就预料到的 只是没想到薛热的幅度太大 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仓库 后面好不容易又调整了两次 但又不是太理想 只能说是比刚薛热的版本更好用一些 仙人斗整体的技能机制和手感都很不错 也是四华小李做的最新的一个高招S人 在这个忍者之后 也就没再见过他做高招忍者了 仙人斗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二技能或者是普攻 就算不去改动二技能的CD阶段方式 你起码把空中普攻的后摇 改成可以点名卷或者是通灵 这样应该不算特别大幅度的加强吧 总之现在的仙人斗是一个不算很弱 但又绝对不算主流的忍者 还不知道有没有再次改动的机会了 在这种程序里面有没有再次改动的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